你想感受大别山红色文化吗 没有一种红军女战士的感觉 你想感受绿南第一飘的惊险影刺激吗 你想知道商城肥泥长什么样 又普通了 大别山神科温泉有何与众不同 竹铜里胭制的鱼到底味道如何 美丽中国乡村行之 山水山长即将播出 敬请收看 美丽中国行生态乡村游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河南省的信阳市的商城县 地处厄宇晚三省交界处 这里祈山溢水自然盛景 素有江南北国北国江南之美誉 是国家生态示范县 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到商城寻访一下那里的 祈山溢水吧 中国乡村行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 河南省信阳市的商城县 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的美丽乡村推介员江兰 李杨你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江兰 李杨啊 今天第一站呢 我选择带你来到我们商城的金刚台 金刚台 为什么来这儿 这可是我们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啊 里面有很多的红军洞群 而且呢在里面也曾经发生过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 那我真的是很期待 我们赶快去看一下吧 等一下等一下 今天呢为了让你切身的感受一下我们红色文化 我还专门给你准备了一套衣服 还准备了衣服 是啊 我们赶快去换上吧 还懂什么 看我们两个就没有一种红军女战士的感觉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衣服一上身感觉立马就上来了 没错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让你穿上这个红军女战士的衣服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是因为啊 这里曾经驻扎过一个姐妹牌 他们呢专门照料留守在这里的富商战友 最后呢 这个真实的故事还被改变成了一个电影 叫做杜鹃花飞 杜鹃花飞 电影取材于信仰金刚台红军妇女台 就是商人的真实故事 从侧名反映了1934至1937年 红25军 红28军主力部队北上长征后 留守大别山根据地的红军 在高敬亭的代理下 以不足3000人的队伍 战胜国民党17万大军 反围剿斗争的光辉力士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大家只能用野菜树叶来冲击 李杨啊 看见这块巨大的石头了吗 它是当年啊 这个火山喷发的时候 从山上滚落下来的 而且这个形状你看起来 像没有一个 碰口 碰口哈 对对对 这个地方呢 是当年红军战士 驻扎的地方 这个棚子 当年姐妹排的战士们 就风餐露宿 驻扎了三年 毛主席称 青钢台三年红旗永步岛 商城现有着红军摇篮之城 这里是厄玉碗革命根据地的 重要组成部分 商城起义的发源地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 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 刘伯承 徐向前等 都在此地战斗过 所以留下了很多 红色遗迹在商城 包括江京故居 红色强标 红色音乐 红色歌曲等等 我可是听说 咱们这儿有 一部一景一首歌 一山一水一洞天的美丽 是啊 我们这边的风景呢 也是非常迷人的 而且呢 到了八月份的时候 山上的这个桂花都开了 你有没有想到一首歌 歌 八月桂花 遍地开 非常有名的红歌 嗯 是是是 如果你会唱的话 咱们来两句 好好 来 八月桂花 遍地开 鲜红的旗帜 竖呀竖起来 张灯有节彩呀 张灯有节彩呀 光辉灿烂 晒出新视觉 循着革命仙辈的足迹 我们行走在商城的热土上 如今的商城县 又有哪些变化呢 商城县在打造特色旅游方面 有哪些亮点呢 我们一起继续探计 李瑶 为了让你和我们商城的好山好水 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今天我专门带你来漂流 我已经看到下面有好多的游客了 对呀 因为呢 我们商城的这个金刚台西阁峡谷漂流 可是我们玉南的第一条 第一条 什么个第一法呢 它的这个垂直落差呢 有170米 相当于50层楼那么高 50层楼 所以说还是很刺激的 那我们还等什么 赶快出发吧 漂流去了 一听说要漂流 李瑶和江兰都特别兴奋 而且和游客打起了水仗 商城一山半水 有着丰富的水资源 这个漂流点是去年开发的 以鲜为特色 吸引着周边众多的游客 伴随着尖叫声 水流的轰鸣声 大家开始感受 玉南第一条 金刚台峡谷 五溪水清澈见底 漂流地段起伏跌宕 平均落差为85米 漂流时允许 吸水最大流量为1.5立方米每秒 是玉南水媒落差最大 对其刺激和挑战性 自然风景最美的峡谷 这次漂流 也让大家感受到了惊险与自己 就在拍摄时 导演所做的橡皮艇就翻了 胸前的防水摄像机 记录下了这惊险的一身 在这里漂流 沿途屋从临演运 两岸秦实密布 石林奇境 不仅可以体验高辖 国浪积水的激情快感 而且还可以欣赏 两岸青山秀水 和巧夺天宫的自然景观 放开卧槽 放下来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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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边飘呢会觉得更加自己更加的好玩 从哪儿来的呀 洛阳 洛阳来的 这几个朋友一块来玩是吗 专门到这儿来漂流 从哪儿来的 从南洋 南洋 特地到这儿来漂流的是吗 南洋也没有漂流啊 南洋有 这个比较刺激的 这个比较汤的 买好玩的 等到以后大家有空机会来玩吧 生成地处北亚日在北原 气候温和 适合多种动植物生长 刚刚漂流完 江浪又把里瑶带到一处小峡谷 这里河水清澈见底 生长了一种特有的动物 山城肥泥 往水中仔细看 在盘底淋淋波光下 如果看见棕色或发黑的 十几米长 两头一般粗的棍儿 有四只小脚丫的 就是山城肥泥了 山城肥泥 为小尼科肥泥鼠的两栖动物 1985年 依据采于河南省商城进行命名 是中国的特有物种 商城肥泥 雄泥全长 150到184毫米 进行肥状 稳之头顶明显逐渐高企 头长大于头宽 有唇褶 曲感粗状 皮肤光滑 四只短弱 只四 只五 主要生活于山间流速缓慢的西河中 或潜水滩 以及浸水处 其生存的海拔范围 为380米至1100米 白天 水漆为主 多隐藏于缓流水下 或在石块上爬行 受惊后 游入石凤中 以水生小动物为时 来商城旅游的游客 有些都是像李瑶一样 带着好奇心 来观看这个可爱的小家伙的 商城县生态环境优越 山水风光优美 山水兼具北方之雄魂 和南方之灵秀 陷阱内山川秀丽 风景一味 姜蓝继续在这里摇 感受着山水山城 姜蓝 你带我这道是哪儿啊 这是 往那儿看 明阳汤泉 哦 原来你是带我来泡温泉 是啊 这个明阳汤泉啊 可是我们大别山中第一泉 有着神泉之称呢 那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去体验一下 走吧 大别山中第一泉 有神汤之称 它地处县城西南 二十五公里处的雷山脚架 这所天然温泉 水温高达五十八摄氏度 四季流淌 清澈透明 不仅能洗浴 同时 却有较高的药源价值 明代著名思想家诗人李志 曾在这里留下 洗心千见水 着足温泉宫的诗句 怎么样感觉我们这里面是鸟与花香 天井也是很迷人的 是 还有一种苏州园林的感觉 是吧 我们这个地方专门访的是这个灰派的建筑 你可以看到灰顶来墙 而且呢里面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汤匙 总共有四十多个的 四十多个的 那每个汤匙的功效都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了 我们这儿有中式的日式的 有这个药浴 还有红酒浴 等等等等 反正啊你一天是泡子完的 那我还是想一一体验一下 这个是什么 你现在看到这个呢 是五芋汤 来你自己看一下 这里面呢有不同的药池 商城有着药箱之称 温泉里所放的中药材都是当地所产 现在的温泉大概就是在四个的 假天的时候呢 我们一泡太热了 这样的话有可能会中暑的 我觉得过个汤 感觉一泡起来的时候 浑身真的是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 是吗 就觉得很清凉 看见没有 这边就是山顶 这边就是山 而且呢你看这个温泉啊 它临着这个红边是建造的 所以泡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跟这个湖连在了一起 像在湖里泡温泉一样 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吧 好 这个水有点烫 水真的是太烫了 烫吧 如果我觉得要冬天到这来泡的时候 肯定会特别舒服 这个周围呢有山有水 都落满了白雪 一定感觉特别的美 在这里可以放松身心 感受那份宁静淡雅 也可以跳路远望 感受湖光山色 天然一体的感觉 也可以享受冲浪带来的刺激动感 感受完温泉带来的惬意 江南带着李瑶继续行走商城 感受商城的变化和新农村建设 改变着百姓的生活 李瑶 来到我们商城啊 一定要尝尝属于我们的特色菜 你们的特色菜 商城不是玉碗饿三省交界吗 那它的特色属于哪个商城 是这样的 商城呢又被称为北国江南 江南北国 所以说呢 它将南方的特色和北方的特色融汇在了一起 最终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风格 一进院子 农江乐的主人吴大哥 就要带着李瑶和江南 上山砍新鲜的竹子 并且和他们俩 卖起了关子 应该就是砍竹子了 是不是 但是具体做什么用呢 你就照着这个地方砍 李瑶也想亲自试试 但这砍竹子 到底要干什么呢 哎呦 感受一下 小心小心 哎呦慢点 我觉得应该是往里面捡米饭 但就算米饭不得香 回到院子里 吴大哥把竹子锯成几个小猪筒 并且清洗干净 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嗯 这个呢 我就我们这何大姐告诉你这个咪吧 关子卖的 哎 何大姐过来 哎 真是 这个是竹签鱼 就是装到这个竹子里面呢 可以腌制一个礼拜 原来这个竹筒是用来装鱼的 对啊 看来咱俩都猜错 对 看来我们这些都猜错 这个鱼啊 嗯 一定 要得放一点点腌 嗯 嗯 然后辣椒 也放在里面 嗯 腌了一个星期 腌了一个星期 放在这里面嘛 捅鲜鱼是商城的地方风味名菜 久违民间喜食 将两斤以上的鲜鱼 刮鳞去藏 洗净逼干后 切成块状 拌入适量食盐 辣椒 装进鲜毛竹筒里 逆风置于阴凉处 一星期后 使出以清汤加佐料 煮沸食用 无道可见的农家乐 做的都是当地的农家菜 鱼是当地水铺的鱼 菜都是从山上新鲜摘下来的 今天做的最主要的两道菜 一道是腌制好的统鲜鱼 另一道就是黑毛猪肉 怎么样 李瑶 我给你准备了这一桌丰盛的午餐 看起来还不错吧 嗯 我现在真的好饿呀 关于这个统鲜鱼啊 有一个传说 说啊 是这个清朝年间有一个人向慈禧太后 进贡这个统鲜鱼 但是呢 这个鱼拉在半路上的时候呢 就已经臭了 这个人很害怕慈禧太后会杀头 所以呢 他就在上面打了很多的盐 腌制了一下 然后呢 进贡给了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一吃呢 觉得味道还不错 你可以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那现在他的做法也都是 放臭了才做的吗 闻上去也好臭 那我尝一口 嗯 吃上去倒挺鲜的 中间的这个 就是我们今天的特色主打菜 黑毛猪肉 我尝一尝 味道怎么样 的确是比其他的肉香一些 品尝过了我们这个特色菜啊 一定要尝一尝我们非常有名的信羊毛尖 我刚才已经先喝一口了 对 我刚才喝的时候就有感觉 我们的这个信羊毛尖啊 他真的是有一种鲜味在里面 不仅仅是香 是香鲜 嗯 大姐咱们这游客多吗 有客 多 那每年大概能收入多少啊 吴大哥家的农家乐 现在一年能给他带来二十多万的收入 家里还盖起了二层楼 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他家的房间改造成了客房 可以供游客住宿 可吴大哥告别后 我们也结束了愉快的商城之旅 看一下 再来 你站住 要捕捕了 独特的地理环境 丰富的自然资源 红色的历史沉淀 让大别山腹地的商城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地像吴大哥家的农家乐啊 也不少 给商城之旅 平添了几份朴素和温馨 体验中原红色旅游 感受中原深刻的生活 变化到商城 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一马平川 无显可守的寄生平原 无福日后展开斗争 历史上 染装地道 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 美丽中国乡村行走进宝定制 激情燃烧 地道战之旅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